Hello大家好,我是星巴,我们现在在回工作室了,今天温度非常多 我们宁波今天41度,这不是重点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标题了,我们今天是拍的江林的小麒麟 因为有粉丝要求,就是非常非常冷门 冷门到我们之前拍EV300也是他们家的 就是很早以前拍的 然后今天我们去拍那辆车 本来我们是去这边一家,我们以前我看到过车的那家 他们店没开,店没开门口是放着 那我想总要找一个那个车能打开来的 然后我在他们的官网搜索了某一家店 然后那家店的名字打进去,按导航过去那家店不在 已经换地了 然后我再按照他给我那个官网的地址在搜 要小心41度,我的车就是火热 我还开了个油车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夏天开电车 可以让他空调一直打着 他不心疼 然后我又去他那个定位地址 那个地址现在是领跑 我们这边的领跑交付中心 然后又没有 然后上面还有个电话 然后打电话 然后加了微信又去查那家店 也是很大的修车场 这个老板的人蛮好的,说话是说 这老板人还蛮好的,蛮仔细的 然后他们就比较忙 旁边有台原来老的原Pro在旁边修 我看出来他应该是专门修电车的 有蛮多的电车在那边修的 然后里面有一台他们进过来的车放在里面 让我自己看好了 然后他说我等一会他过来 然后就一直没过来 然后我就开始拍这台车给你们看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尹巴尔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修车场内 然后这边有一辆江陵的小麒麟 这辆车他们也刚刚到 但是这样车型可以理解成江陵原来那个车的拉皮车 应该这么说 这个车是49,900 这个车型是非常神奇的四门四座 然后一个老的车型 然后稍微改了一下外观的这么一个产品 其实外观上面可以看很多人在网上看到各种图片 看到这个车的外观觉得好像还行 但其实我真只是内外看了 这个车型还是相对来说相当的摘的 它的外观看起来还可以 有点类似于我们制造的花仙子或者说T03 但是它的内在部分我觉得相当相当的 其实整体上还是这个车型 就是原来那个老车型改的 内饰上面能看到地方都是硬塑料 然后足架是带一件升降 然后改了这个把手 现在变成这种塑料的这种烤漆材质 然后一个放车盘 然后一个布座椅 座椅有一点点调节 现在全部的稍微现代了一点 中间是一个旋转档 包括中间有那个传统的数位仪表 应该这么说数位仪表没有点亮 然后下面有个应急开关 整个车型 看一下钥匙 钥匙这个logo还是新的 实在是比较简陋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这样往上看图片还可以 这个门把手跟那个反光镜 还是双色色拼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门把手装错了 车是怎么是轻色的 门把手怎么是白的 但是看到反光镜 因为它内外都是白的 这时候漆面做的还可以 漆面还是钢琴烤漆的 然后这车型好在就是说它是四个门的 你到这个级别内 大家都是两个门 它是四个门的 它是200公里的版本 然后标准的两座 然后中间有一个杯架 我都不想进去太热了 实在是 今天天气是比较热的 然后这个车型 也是一个玻璃的尾门 那这边 可能通过里面去开吧 这边好像没有按键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尾箱空间 从旁边有两个叶牙乘杆 这个后排空间应该比迷你应该 大不了多少 这次是江林的 然后轮胎是14寸的 那是12寸 它是14寸的 轮胎的品牌我也不认识 确实不认识 轮胎是15565R44的轮胎 然后看看特别的内饰 都是硬塑料 然后这边有一些塑料的 看起来雾银的杜鉴吧 然后整个车系是单气囊的 那个主驾驶有一个小气囊 这个车型也是全麦复性后 拽头臂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电机 电机是26千瓦的84牛米 整个车的尺寸是 3500×1646×1460 整个车型就是传统的 没什么好说的 那电机是来自于上海汽车的 然后电池是03铁里的 来自兴旺达 然后单以刮 这车型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我觉得我给个5分吧 这就是 关于大家很想看的 江陵小麒麟的实车的拍摄 这车型是少有的 我看完以后我挺失望的车 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没有任何的改革 只是换了个名字 换了一点点外形设计 我甚至拍过它之前的 另外一款车型 EV3 比那个EV3 我觉得还是有退步的 这车型要卖5万块钱 那我觉得T03 哪怕mini 3都要比它好 实话实说 mini 3现在才4万块钱 我觉得mini 3都比它好 我挺着想 除了多了两个门以外 如果你现在还想买这些 这么老的电车 我确实不太推荐 不要被它账面数据 它的尺寸 它的四个门所欺骗 这车型 我真的省得给个5分 我们拍这么多车型 那总算把它补全了吧 应该说是 据说它价格最近就要调整 不知道它会调多少 现在价格是4万9 某些地方还有优惠 优惠下来可能4万出头 然后四门大家很心动 但是我吃饱留意见 作为一个小车up 这应该是我今年以来 我觉得 除非 真的真的 除非它明天有个非常好的价格 据说明天会调价 除非它明天给个非常棒的价格 完全能当代步车 我觉得3万多一点 那我能接受 3万多一点 我觉得我能接受 200公里 那当一个纯代步车 这封挡鱼那也行 不然我觉得它真的是 没有什么行政力 太老了 真的太老了 而且实际上 很多人会说它的空间 毕竟它的尺寸在这里 你总不会比迷你3小吧 对吧 毕竟它的尺寸 但其实不会啊 你要想到这个车型 它并不是纯电架构的 而且像迷你车型 它是方方正正的 它虽然尺寸小 但是它方正它高 所以它实际的内部空间 应该是比这个好的 我刚刚在里面做了一下 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还是不拍了 啊 就这样 简短的分享吧 OK大家看完了吧 看完了这辆车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我在现场状态 不是特别好 现场状态 你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现在我到美网工作室 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啊 我觉得 哪怕跟它同期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拍的是EV2 它EV3 我们同期的 比如说是加盘的花仙子 那花仙子至少在制程工艺上面 包括它产线上面 包括它内装的配置上面 包括哪怕颜色漆面上面 它总会是在进步的 但是我在江岭上面 并没有看到这些进步 包括它的车机也好 包括它的整体的做工表现也好 整体的用料表现也好 就完全没有变 这车虽然是二年二三年的车了吧 但是你二四年你现在想卖 现在我觉得略有差距 跟现在主流产品 真的是略有差距 这个车型 如果说我们购买推荐 真的要做的话 最多给它留分 当然 我跟我节目里说的 它有可能就要出个新的价格 说说什么 这是我为什么总结 我们要专门拍一段的 是因为我真的想让大家了解一点 很多车型 你不是现场去看到这辆车 你去摸到这辆车 你是真实的去感受这辆车 光光键盘平车 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们节目主要在长视频十几分钟 很多人会在短视频平台 你说一分半 这种做购买推荐之类的 我是认为还是纯键盘平车 还是要去看看实车的 实车表现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哪怕它辆车账面看起来尺寸比较大 可能它的配置比较高 但是实际上它实车表现 可能没有那么进入人意 包括有一些车型 像我们之前拍过的温键M5 我们如果按照老的标准去评判它 我也觉得它产品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我们实际试过以后 我觉得新的温键M5还挺强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 还是要去看实车 就是我们的想法 一点点分享给你 虽然有点好题了 OK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助到你 我是行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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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